亲爱的 我好想你哦 亲爱的 我也很想你 好 我知道 我明天就会去了 我一定会买你最喜欢吃的单卷给你好吗 好 明天见 拜拜 怎么了 总经理结婚了 没有 那你现在还单身吗 我想你应该不用知道这个问题 不行 总经理 我想请问一下 阿公有特别喜欢什么吗 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想说阿公生日快到了 想说帮他挑一个生日礼物 谢谢你 但是不用这么客气 这是礼数耶 第一次到人家家做客 总是要带个礼物嘛 你要去我阿公家做客 我要跟你一起回去帮阿公庆生 这是我们一家人的聚会 不方便让你去 我只单纯祝寿 我不过夜的 谢谢你 但真的不适合 没关系 不方便就算了 总经理我去收发室 看一下我们你的信件 你敢拒绝我 你以为我没办法吗 我就不信我拿不下你陆荆舟 该我的位子我坐定 看首相 去阿公家过生日 问我是不是单身 这么积极的态度 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朱小涛 看来你这次的目标 是我 你想当总经理夫人是吗 放弃吧 没机会的 什么总经理夫人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前几天跟你搭电梯 我就觉得你乖乖的 后来你们来我家吃饭 你的表现跟以前也不太一样 感觉大师好像都在配合你 不像资源要过来 主动帮我看首相 还想陪我回老家 帮阿公过生日 先去找大海条件交换药地纸 看大海没有中绩 还是不放弃的想要记得不 这些明显的示好跟企图 应该不是什么误会吧 总经理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我不可能对你有兴趣了 要是对我没兴趣 会关心我结婚的没有 现在是不是单身 我记得你曾经要求过秘书 要随时关心你 注意你 我只是达到 你工作的要求而已 但我可不记得 我有要求我的秘书 要帮我看首相 还要陪我回老家 好吧 我的确有目的 但是不是你猜的那一个 我会想要看你的首相 是因为你是敌人 要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 不是吗 至于想要回你老家 是因为阿公的生日惊喜 我也有参与 所以我也想看见阿公幸福笑 我看你是想要让我阿公知道 趁机要功吧 就算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难道不行吗 当然可以 你有帮忙的事情 我一定会跟我阿公说 还可以请他专门帮你写一张感谢函 所以你不用花心思去找地址 因为我不会让你跟着去的 都已经被误会有戏图了 我怎么可能还会去你老家 你放心 我是不会出现的 很好 你可以下班了 总经理再见 总经理再见 我没机会 我没机会是吧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 曾经说过这句话 亲爱的人家好想你喔 我也很想你 什么爱感 原来他就是那个亲爱的 但是想想你几岁了 不要一直叫我亲爱的 这样以后怎么交男朋友 那你就当我男朋友就好了 不要乱说话 我没有乱说我是认真的 我也想要跟你到外面世界 去看看 不想一直待着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以后是继承这间庙的人 不可以离开 那为什么你就可以 我就不行 点我以后要交什么男朋友 都要管 你自己就可以找风影碟 我找风影碟 这句成语不能用在这边 你还抓 我刚刚就在路上遇到一个女的 说要找你 遇到一个女的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名字 那长什么样 就长了 眼睛小小的 鼻子很塌 嘴巴很大 牙齿很丑的那种女的 整个就算了 还说我坏话 我哪里有眼睛小 你猜想全家都小 那你接下来是不知道说 还有两颗头三只手 我不要理你了 好 不要生气 我招呼你爹可以了 不要生气了 那你陪我去吃冰 我就不生气 怎么会这样 民宿呢 只有阳光 没有民宿 可是我已经付钱了 我这上面的照片还很漂亮 说什么清静大自然 阳光充足 没有墙壁了 当然清静大自然 这些人好坏 不但骗了你的钱 还破坏了我们这里的名声 越想越气 好气 老先生 你不要生气 气坏身体就不好了 也对 我带你去报案 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 没关系 我自己解决就好了 那请问一下 这里还有其他民宿吗 我们这里没有叫做 其他民宿的民宿 也没有其他的民宿 我今天要睡哪里啊 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住 我带你去 好 好 来 来 挡住自己家 不要客气 老先生 没多老叫阿公就好 阿公 这是你家 可能会打扰到你的家人 不方便 要不然你要住哪里 公园 火车站 马路边 我 还是你把我当坏蛋 不是 还是你觉得我会敲诈你 明天早上一觉醒来 会收你两万块 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怕给你造成麻烦 我会怕麻烦 就不会带你到我家来了 放心 明晚上跟我孙女睡 我来开水泡茶 好 谢谢 谢谢 是那个女生 是她孙女 朱晓彤 朱晓彤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现在郑重宣布 我要追你 我答应你 不过我不打算浪费太多时间 在这种追求的恋爱游戏上 所以只要一百天之内 你能够让我动心 我就答应 让你成为我的内人 让你当上陆太太 期待 2 3 4 9 5 10